今天有專業的錄影設備 方便各位之後複習 其實我們今天第幾堂課 是二的 這邊其實已經有十一堂課 一堂課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這是二幾個小時 其中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各位只要上YouTube或Google 公益英語傳教師 就會找到公益英語傳教師 上次我有在課程上分享 有足科的工程師 因為看到這個影片 覺得自根的講解很棒 所以就請我到新竹去演講 所以剛剛這個月初 剛剛去演講完 200人的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想好好地學習自根的演講 就是滿有意思的 我是跟他說這是公益演講 不需要任何費用 就是講師費 但是學家還是很客氣 想辦法去升了好像1200塊的講師費 所以本來就是公益 所以我就現場 我說來 我們挑戰背45個字母的單字 背出來上台背出來的同學 就美味發講學績這樣 所以那個講師費就現場就發掉了 同學都很開心 希望在他們的心目中 種下一個小小的種子 就是自根 英文自根學習的種子 以後未來有一天 我希望 不是希望 應該是會有 我相信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很多未來 自根可以學得更多 學得更好的同學 甚至以後變成在教自根的老師 那這樣就值得了 好 那我們今天早上先跟各位分享一個影片 因為我們第一次到師到這個場地 也要感謝Yahoo Mascot還有主任 非常支持我們 給我們教師的資源 所以第一次到師到這個場地 大家有點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前面先放個影片 應該大部分的同學都是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這是我在南洋街上課幫原中心內部做的影片 因為他們想要招生 所以會把部分的影片公開出來 那我告訴各位 給各位看這個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這邊是師大 各位 師者怎樣 傳道授業解禍也 所以老師如果只是一直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那並不是重點 而是要讓你自己有 Thinking Logic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教授就一直說 You gotta have your own framework Framwork Framwork 我們可以順便推薦一個網站 叫做Dict.cn Framwork Frame是框框 W-O-R-K 是跟工作運作有關 所以海詞這個網站有一個好處 老師測試了二、三十個網站 然後推薦這個給各位 所以表示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對你會有幫助的 第一個聽一下美式的發音 framework framework 音式的發音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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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是差不多的 我常常舉例 譬如說如果你要考多義的話 我今天也有帶幾本書 到時候要送給同學的 三本 各位我這邊插播一下 第一本是New Toy 900分突破必考單字跟便宜 這一本應該是99.99% 新 因為大概我買回去就這樣翻了一下 可以 就這樣 但是因為我書太多了 因為我一個月多折買好幾千塊 有時候六、七、七、八千 因為太愛看書了 上禮拜 上禮拜又買了四本書 其實我已經很節制了 這有點像一般人認為女生買衣服的感覺 就是我喜歡買的是書 我也覺得很節制了 為什麼 因為我是去成品 去看廚 都shopping shop books 然後去看之後 很想買五本或六本 忍住 忍住 然後怎樣 手機把那個書名有沒有 拍不行 自己打字 拍 因為基本上不要在書店做拍的動作 所以我自己打字 我自己打字 把書名記下來 然後回家趕快online shopping 因為坦白講 現場跟現場就已經有加長了 就已經有加長了 然後可能現場看五、六本想買 回家冷靜時考以後 買個三本或四本 所以我看得完嗎 然後上禮拜買的書來之後 一天把它看完 對 那天在家比較寫一點 然後就會 我終於看 所以我輸太多了 輸太多的結果就是 各位會有好處 我就拿來送 所以這個單字片 多益的TOEIC NewTOEIC OK 今天要送各位 帶來就不會帶回去了 因為很重 另外是我在這個師大 就是台灣師範大學的 進修推廣學院 開多益的課程 我們曾經用過的一套書 我覺得不錯的 這個是閱讀 這是一位Holy老師 他是滿分的老師 非常厲害 有約回來的 他有一本聽力的閱讀 這兩本比較舊一點點 因為我會給大家折一下 折一下內頁 方便找資料 還有稍微做一點點的筆記 大概八成型 如果以二手拍賣的專業術語來講 叫做七成型或八成型 因為我有玩過拍賣 你就會知道他們的術語是這樣 所以這三個今天要送給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剛好要考多益 或者你沒有要考多益 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很多人在學英文缺一個什麼 各位知道嗎 goal 一個目標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不管你有沒有考試 你都可以設定一個考試標準的目標 不一定真的要去拿一個證書或分數 但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進步的狀況 我現在多益假設300分 400分 500分 我三到六個月之後 希望多益進步100分 200分 300分 這就是你的goal 那我們演講 上次演講 上次演講的時候他有提到這個 叫做smart 如果你不熟的話你可以把它拍下來 我們上課是非常非常open 你可以直接拍下來比較快 因為內地有一句順口的又叫 好腦袋不如爛筆頭 但是現在爛筆頭就是 你的頭腦絕對很快就忘掉 因為沒有辦法 人的習慣就是會遺忘 好 那怎麼辦呢 第一 記下來 第二 現代人更常常放在身邊的工具 叫手機 對 就拍下來 直接拍下來 好 來 那這個叫smart法則 總共有五個 其實就是五個字的縮寫 第一個來我們簽一下specific 精準明確的 上面measurable 可測量的上面 attainable 可實現的 右邊result based 要結果導向 所以學習都要結果 譬如說我們這堂雖然是工藝科 但是你工藝科也要學出一個效果 對不對 那才代表你花這個時間 花這個精神是有價值的 最後一個time based ok 時效性 所以你在做任何計畫的時候 有沒有按照這五個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叫pdca pdca pdca論 讀過一些氣管相關的概念 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非常簡單的四個步驟 第一個叫計畫 你這點叫plan 第二個叫do 第三check 最後act 所以plan,do,check,act 那改成中文 你看他把他講這個是減肥瘦身啦 健康啦 台灣這個我們這邊衛生單位有要求 說這個每週運動 他叫333嘛 每週運動三次 每次運動30分鐘 每分鐘 上次有人說心跳300下 會暴斃啊 超過130 好不好 這個不要亂300下 所以要運動 然後飲食控制、定時量身 你看還是要控制嘛 這個如果我們放在考試準備是不是一樣 我現在350分 目標1到3個月 或3到6個月進步100分或200分 每個禮拜做200題模擬考 做完模擬考要定陣 然後每個每週做完模擬考登記分數 就是在做這個check的動作 然後每週在問老師問題 不斷的呈現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各位在座很多在寫論文 請問寫論文是不是這樣一個正向的循環 PDCA、PDCA、PDCA 那能夠順利寫出論文的人 因為我也寫過博士論文 超級痛苦的 很想拿頭去撞牆壁有沒有 真的 真的坦白講真的 那時候我去國家圖書館查資料 然後就查到昏天暗地 真的什麼看什麼都要查 真的那真的很辛苦的 所以我深切體會過這種感覺 但是能夠撐到最後的人 網路上說的 成功的道路上並不擁擠 因為堅持到最後的人不多 所以成功道路上並不擁擠 所以各位要堅持下去 PDCA、PDCA 我從北京上完一個那個marketing 營銷的課程回台灣之後 我就碰到一位老師 他每天喔 英文叫everyday 每天在微信上面分享 一直到現在沒有斷過 到我剛出門他還在分享 他們今天是他們這三天 昨天今天跟明天三天是有三天整天的課 早上九點到六點 但是他一起床立刻微信就拿起來 各位老大們當下好就開始分享了 我今天來分享這個客戶期望為目標的營銷設計 就開始講 你講不講半小時 就是說你對你的工作或你對你的興趣 你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熱情 如果你有這樣的熱情 你覺得你會不會很容易成功 應該會對不對 那成功定義非常多 畢竟賺錢才叫成功 但對他來講 來起來是順便賺的 那他是對這個東西很有熱情 每天講每天講你知道嗎 台灣話叫叫三等功 早餐講一遍、午餐講一遍、晚餐講一遍 我們連聽都來不及聽你知道嗎 以前我在沒去北京上課 我在台灣我一直覺得說 我是算行動力相當快的 然後這個什麼什麼都算相當不錯 一去之後比了才知道你知道嗎 還有差一大節 還有差一大節 所以堅持下去 P.D.C.A.P.D.C.A. 我在那邊大膽的預言 那個十年後 這位老師可能會變馬雲 大膽的預言 因為他跟馬雲一樣的那個什麼 大陸人說內地同胞說 叫忽悠的功夫 忽悠本來不是一個很好的字 但是忽悠後來被認為也是一個不錯的字 因為你有忽悠的能力 代表你有談判的能力 你有業務的能力 你有營銷、行銷的能力 忽悠 忽、忽然的忽、悠哉的悠 忽悠 內地忽悠就是有點騙人的意思 SIF完全騙 是介於騙影片之間 我問各位一句話就好 請問政客有沒有忽悠的感覺 有 請知道忽悠 忽悠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名詞 所以兩個體系、兩個系統介紹給各位 一個叫什麼法則 Smart 一個叫什麼 P.D.C.A.兩個 那理論都是理論 聽懂 剛才兩個有聽懂的句話 聽懂的句話 沒聽懂我個別加強一下 悠哉好 請放下 但我很抱歉的跟各位講一件事 聽懂怎樣? 沒用 Useless 聽懂還要怎樣? 做出來才有用 所以這位老師有講一句 我認為經典名言叫做幹中優化 內地人講話比較遲 就是我們都說做中學 杜威講得比較文言 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教育學理論 他不是 他就幹中優化 他說你去做就對了 好 Nike的說法叫 just away 對 不要想太多 好 那我們看這個字 回來推薦這個海詞 因為你必須要這個叫做內功心法 剛才兩套是有點像內功心法 那你有了這個內功心法 你回來做這個實際執行的東西 包含拿到老師的書 那就每個禮拜有一個checkpoint 好 就是領導到我的書 我就會問你說你什麼時候要考 你什麼時候要看啊 然後你下禮拜來上課 就說那你看了多少啊 這個叫coaching c-o-a-c-h coach 教練不是老師 因為老師尋尋善誘 但教練要拿鞭子 隱形的 不是真的鞭子好不好 在後面怎樣 鞭策 鞭策進步 那才是真正有效的 來再聽一次 schedule schedule 音式的schedule schedule 完全不一樣 所以計畫行程表 每次叫schedule 音式叫schedule OK 用這個網站就可以很簡單的把它查出來了 OK 那我們回來 好 所以這個也是工具方法論 工具方法論 工具方法論 有很多的單字你可以透過這樣的群組把它群組起來 好 我們回來聽一下 左上角開始 overturn 在右邊 overdose oversleep over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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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lap overhere overwhelm overwork OK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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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超過啦 飛躍啦 有關係 好 我們那時候在設計這個線上課程 這是內部的線上課程 那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這個方法 因為有了方法你可以舉一怎樣 反 反 in 反 3太少了 反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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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是台灣人喜歡講反n 不是n喔 n是你對我有n 好不好 英文叫in in ok 所以舉一反 in 就是一樣的方法被套用在所有的單字上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叫sub 看一下這個 OK 我們接著來講sup 一樣的道理 sup sup 代表下面 所以就很多啦 down under overseed support 我們直接跳到最後一頁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上網去看 比如說這幾個字 那透過這種方式你就很容易 但不確定 只能自己怎樣 是的 猜測猜想 好 所以我們把這句念一下 上面submarine submarine marine 是mech 拉丁文法文的海洋的字根 所以在海底下 右邊suppose 你自己心裡面在下面猜 下面一個substract substract 再來subscript 下面submit 像這個MIT很有趣 MIT是made in Taiwan嗎 不是喔 MIT是傳送 MIT怎麼是傳送的呢 我們來找一下 MIT MIT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Garry老師的課 你們之前沒有聽演講 今天第一次上Garry老師的課的同學 舉個手 沒有 上次 有 OK 好 歡迎 這個可以拍一下 拍一下 今天是第十二堂 我再改一下 OK 上面有網址 下面有Email 然後我的LINE ID 如果各位有微信的話 現在有微信 G127888 順便講一個發音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在背單字的時候 其實那個老師 我單字背不起來 其實不是 就是發音的問題 那發音有幾個切入點來舉例 比如說老師的名字叫什麼 Gary How do you spell Gary? G A R Y 非常好 通常沒有說過發音課訓練的同學 通常沒有說G ARY G G G是鴨的好朋友 G G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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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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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就會慢慢調整過來 那另外給各位一個Bonus 如果你上網 Google一次搞定自然發音 一次搞定自然發音 因為現在很多課程都有錄影起來 錄影起來都免費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一次搞定自然發音 你會找到兩個半小時的演講的內容 那個針對發音的部分 如果你聽完那兩個半小時 你覺得老師我有概念了 我想要在精進的話 還有進階的 12小時的 FREE SON Bonus 因為台灣的英文能力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點幫助跟提升 那本身教英文已經20年了 什麼沒有就教材最多 所以希望提供給有心想要進步的同學 可以LINEID或者這個微信的ID加老師 告訴我你是誰 因為我都有幾千個微信跟LINE的好朋友 所以不告訴我不曉得你是誰 上次有講過那個史努比的故事嗎 沒有 就是有一個學生 他的圖像 就那個照片是一隻史努比 然後他的名稱叫海闊天空 然後他加了我LINE的好友 然後過了兩個禮拜他跑來找我 老師你為什麼都沒有給我資料 我說你是哪一位 他說我是海闊天空 Who are you 我怎麼會知道你是海闊天空呢 我怎麼知道海闊天空是誰呢 所以各位請主動告訴老師你是誰 你需要什麼資料 你要進哪一個群組 因為好友太多 群組太多了 所以你要主動告訴我詢問 所以這個是資源的部分 整個前面提供給各位 這樣已經叫做什麼 內地的說法叫突天蓋地 什麼意思 要網站有網站 要LINE有LINE 要微信有微信 要Email有Email對不對 那接下來又不用公司誰的責任呢 對嘛 對不對 我已經盡全力了 然後Sangiris老師的課 還有一個好處來跟我附送 有附送的人才有 叫做一次上課 終身服務 OK 讓你找得到我 讓你找得到我 終身服務 OK 好 所以這個是前面做一下鋪墊 我現在講話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有像內地同胞 可能聽太多課你知道嗎 因為從一月份聽課你知道 耳濡目染就這樣來了 就說一月份聽課 聽到現在六月了數號 聽了五個多月了 因為講話就變這樣 為什麼 所以各位習慣一下 習慣一下 因為我們跟你們講 遲早的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 不管它的方式是怎麼樣 OK 我們在歐代有看過一張圖嗎 知道嗎 就是四橫四縱 四條橫的鐵路 十條直的鐵路 集中一條就是連到台灣的 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 或你願不願意相信 它就是遲早會連的 不任何種方式 好 我問100個台灣人 大概99個都不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嗎 好 對 那個慢慢你就會知道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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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來我看一下 今天12堂 我有把這個講義放到群組 沒有同學 還沒有在群組的這個時候 我們群組 都在群組了 好 那群組就可以下載了 好 建議各位裝一下百度雲的app 好 手機的app 好 因為手機的app 就可以很方便下載資料 OK 那我們上一節先來把字根很快地唸一下 一請一下 第一個叫tear tear tear是土的意思 所以領土 來請一下territory 領土領地 其實領土就是領地 為什麼呢 東漢許勝說文解字 地怎麼樣 土也 看得出來嗎 他有道德 地 土也 左邊不是一個土嗎 右邊不是一個也嗎 OK 所以地 土也 那誰池的池呢 池叫什麼也 隨也 各位很聰明 很容易的解釋很白話嘛 好 那例句我們待會再來看 我們先把字根看一遍 來 1 1 2 一請一下 text text text來自一個字根 先介紹大綱讓各位認識 text的字根跟編織的材料有關 剛才是不是推薦了海詞給各位 海詞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就是你在前面幾個字母把它打進去 然後後面發生什麼是 呦 全部都出來了 text textile texture textbook 有沒有 所以它本來是跟紡織有關的 一請點一下 textile 嗯 紡織品的重點就是編織嘛 看清楚嗎 對啊 那字有點那個不是很清楚 或者你自己可以裝一下海詞的app 手機的app就是很容易的 好 然後呢這個紡織品我們再來一次textile 嗯 紡織品會不會想到一首唐詩啊 有沒有人在唱歌啊 會不會去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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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好 不要吵到別人 好 所以再來一次textile textile 不會好 好那textile叫編織 各位有沒有想到一首唐詩 詞母 手中線 下一句 柳子 身上衣 下一句 菱形 秘密縫 下一句 一孔 遲遲歸 我們家大兒子現在快四歲 他一歲多就會背這首詩 為什麼 因為他半夜不睡覺 不睡覺我就想說 欸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我躺在那邊我其實很累了 那我回家有一個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哄他睡完覺 我才能做我自己的事 所以一定要先把它解決 有一天我就關燈 然後他在那邊跳跳跳跳 一歲多哪誰贏啊對不對 跳跳跳跳 突然心生一忌 有時候靈感就這樣來的 叫做那個 需求為發明之母對不對 對不對 那時候欸 早辦我要拉睡覺 他又不睡覺 我突然想起一個教育學的 一個專家吧 還是博士做了一個研究 讀論我還是有用的各位 他說那個四書五經 中古書詩詞的頻率音頻 是接近我們的阿法波 腦波阿法波 阿法波呢 叫做另外一個名稱叫 催眠波睡眠波 跟這個放鬆波 就這個波會讓人家放鬆 所以他在那邊跳跳跳 我不管他怎麼樣好不好 那我來試看看 慈母手中線 我就在那邊唸我的唐詩 剛才亂唸 除何日唐 就開始亂唸了 就亂唸了三四首 突然我發現他停下來了 他在那邊跳跳跳跳跳 欸 聽我不知道他在唸什麼 他就停下來 在那個 通床的欄杆這邊站著聽 然後我又唸了一首 欸他坐下來了 這表示他有興趣還是沒興趣 有興趣啦 所以念教育學的理論還是有用的 因為你要看對方的反應 結果呢 他坐下來我就說 欸有有 他說又想 他那時候還沒有一個名字 我說又想 那個 你要不要爸爸教你唐詩 他說 好啊好啊 他根本不曉得唐詩 反正就是好啊好 他說好 那個慈母手中線 我就一次唸一句話給他 這時候我發現 他沒有跟著我唸 各位猜為什麼 太多字了 對 好我就唸了兩句之後 發現他都沒有誰 所以呢 我就開始怎樣 慈母 他說慈母 我說手中線 他說手中線 其實他這發音很不標準 我說慈母 他說手中線 他說抖東線 但是請問 這時候你要說 那麼不標準 不要唸了 是這樣嗎 不是 我說很棒 太棒了繼續 所以我就這樣把慈母手中線 又抖東線 兩三首唐詩 我就切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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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斷 帶他唸 就這樣 於是那天晚上他就睡著了 就唸到睡著了 欸 英文叫It Works 有效 好 於是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每天都要找一首新的唐詩叫他 因為他前一天學的那一首 他都背起來了 因為只要開頭他就會結束 開頭他就會結束 所以到後來你只要開第一句 他就把整首背完 就小朋友的潛能真的是無限的 因為他 為什麼小朋友潛能無限 因為他不自我設限 這是很有趣的喔 那為什麼大人常常會很多那個 那個心魔你知道嗎 就大人還沒有嘗試 就已經先自我設限了 這我一定不會啦 這沒辦法 這怎麼樣 這是最大的差別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 就我們會的 我跟我老婆會的十幾首唐詩 全部交完了 完蛋了 因為沒得交了 怎麼辦 去買教材 所以去買了一個 兒童唐詩朗讀的電子書 小朋友如果你去過卡多摩的話 卡多摩裡面有一種東西 叫做四十五首唐詩 還是四十八首唐詩電子書的 按下去他就會一直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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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那個是學習的過程 其實那就是學習的過程 所以各位在學英文學 都一樣 都一樣 太複雜了就把它切開一下 切開一下 然後不斷的循環 九個就變你的 回來 再一次 Textile 這個Textile叫編織嘛 所以我想到的一個畫面或聲音叫 靈形秘密縫 那個縫 或者看過媽媽編毛衣 或你自己編過毛衣嗎 編毛衣走編 我就這樣編嗎 好 那個上下上下上下 那為什麼跟這個有關呢 因為後來編織叫做WEA 這也是一個非常象形的單字 編織叫做 還是聽一下WEAVING 那為什麼編織叫WEAVING 因為它的上下上下上下 這種波浪狀的概念呢 有點像海浪哪個字 海浪哪個字 WAVE 對啦 W-A-V-E 所以它就是海浪啊 只不過海浪是水的上下 那編織是手的上下 其實都是一個上下的概念嘛 非常簡單 好 好 所以當你把這個母音稍微代換一下 變成W-A-V-E-E 它就變成波浪 波浪 好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上面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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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的部分還是有另外一個好處 它有例句 The boat was smashed by a huge wave Huge wave OK 很大的海浪 當然動詞用 當名詞用 The flag waved in the wind Wave in the wind OK 然後有男生跟女生的發音都可以 隨你選 隨你聽 好 所以回來 再領詞 Textile 那這個編織後來變成了什麼 編輯 為什麼 因為它變課本 Text book 很多人小時候應該念過這個 國立編譯館的書 對吧 忽有意 你龐然大悟 跋山倒數而來 有沒有 編速時 趨之別約 現在 我那天問南洋街的小朋友 他們還是背這邊 沒有太大的改進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來 所以這個叫做編 後面會講 1 3 一起點一下 Tracked Tracked Tracked叫做拉 還一起點一下 Attract A T T R A C T 叫拉 我們先把概念給各位 D R A C T D R A C T 上面來簽一下 Attract Distract 所以吸引就是把別人的注意力 拉過來 拉過來 那分心就是分開來拉 所以D I S 叫分 D I S 叫分 所以後來有個分配 叫Distribute Distribute 為什麼跟分配分類分發有關係 Distribute 就是分開 有沒有想到一個字叫貢獻 Contribute 你們想到Distribute跟Contribute 有個共通的字根叫做 Tribe 其它是另外一個字根 T R I B E 在這邊 按一下 所以上面來簽一下 Contribute Tribe這個字叫部落 你會發現它字變長 字短的時候 你看跟發音很有關係 字短音長 所以短字的時候來簽一下Tribe 它發長音 但如果長字的時候 一簽一下Contribute 它發短音 它變Contribute E 短音 Tribe 長音 Tribe叫部落 其實它有同一個字 但是因為字短跟長 字短音長 字長音短 剛好相反 那部落是幾個人 Tri 3 B 1 人 B 1其實在神學或哲學裡面叫存在體 存在體 好 小寫B是人 大寫B是神 好 在座基督徒舉個照 懂嗎 正經創世紀篇 神說有光於是有了光 然後呢 它感覺有點無聊 這就是我家的 好 它地上捏了一把土 按照神的形象捏出了人 所以人跟神長得一樣 我們全部跟神長一樣 就是眼睛鼻子嘴巴 有沒有看過金凱瑞 Almighty 王牌天神 有嗎 那個黑人啊 那個黑人眼神不是嗎 長得跟人一樣 那是眼神嗎 好 所以這個Tribute Tribute 來這裡穿 三個人 那三個人真的是三嗎 不是 古人有雲 應該說Johnny says Who is Johnny 孔子子曰 孔仲寧不是嗎 英文名字叫Johnny OK嗎 所以Johnny says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食焉 OK 所以就是三人就是重人的意思 不管你從繁體字的重 或者是簡體字的重 去切入 你可以找到三個人的概念 所以三代表多 好 所以你看一系列它可以延伸非常非常多 至少得自根得自為的 還有這裡是Attract OK Attract叫做拉 它的白話英文叫Draw Draw 畫畫 因為小朋友畫畫的時候 就把那個筆怎樣 拉過來拉過去 拉過來拉過去 Draw 就是畫畫 好 114 如果你現在開始上課的同學 第一個建議你 我們剛才有說 公益英語傳教士 之前前面11堂 Yahoo都有幫我們傳到網路上去 所以你可以上網去看去補課 第二個 再補充一個叫做 劉正英文 127888 127888 我們看一下網站 右手邊 找老師的網站 如果你什麼都不記得 請你記得拿六個數字 是的 127888 右手邊倒數第四個分類 然後呢 這邊就有劉正英文 劉正老師的自根影片 這個台中的劉正老師 非常無私的 分享一些自根的影片在網路上 我們今天來 因為有幾位第一次上課的同學 發明小段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正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 單字記密訣的第二講 在上一講當中 我們給大家介紹了格林法則 各位什麼是格林法則呢 就是它這個法則去解釋 歐洲那些語言 只從簡單的字變成複雜的字 這些簡單的字 經過一些聲音的改變 而變成比較複雜的單字 一旦我們懂了格林法則之後 各位你去了解複雜的單字 去記憶它的時候 就會顯得比較容易 那麼全部的法則 它一共有四個 老師上次介紹的第一個 就是母音的狀況 A-I-O-U 好 所以我們念一下 A-E-I-O-U-Y A-E-I-O-U-Y 前面有個母音大家都應該熟 後面那個Y叫半母音 它有三種發音 Y-E-I-E-I 所以它也算是母音 不過它有時候子音有時候母音 所以我們叫它半母音 那在詞緣裡面呢 它們就會互相的代幻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做這個字根 做這個字根就有幾個版本 我們來調整給各位看 F 控格 C F 控格 C 舉例 在這兒 趕快拍一下 F 控格 C 那個控格就可以用什麼 A-E-I-O-U-Y 來代幻嘛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系列跟座有關的字 譬如說工廠 一請一下 Factory 特效 Special effect 科幻小說 Science Fiction Fiction 工廠就是做產品的地方 特效就是做出來的效果 Science Fiction 之前科幻小說 之前Donna同學說做夢 今天要上班 所以辛苦她了 但是她提供我們一個很快的聯想 叫做夢 所以科幻小說做夢 所以都是做啊 FAC有做 FEC有做 FIC有沒有做 有啊 FOC沒想到 FEC有沒有做 有 但上課不方便教 FIC沒有 所以六個裡面 至少有三到四個 會有這個字根的意思 所以她都會有這個字根群組 像另外我們隨便講很多啦 像這個S控格M S控格M你想一下 第一個SAM加上一個E的SAM 請問SAM是相同還是不同? 一定是相同 SAM是分開還是一起? 一定是一起 因為它有相同共同一起的意思 OK 所以SAM SEM SIM SOM SUM SYM 隨便舉個例子 SYM 有時候老師 SYM 山羊摩托車嗎 對 剛好 沒錯 剛好 所以看人會聯想 人會聯想什麼聲音 今天不是在想那個字 你只想那個聲音 SYM 山羊 想那個聲音 SYM其實跟 這個有關 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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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有關 這個字叫做 來聽一下它的法音 SY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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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聽一下SYMETRY SYMETRY 以前 有背過這個字的同學去歌唱 沒有 那 都沒有 都沒有 那你現在看到它了 看到它我們就要背嘛 其實我們學習的最終極的目的 是 FINAL 或者叫 Ultimate 我認為 學習最 Ultimate 在神學裡面叫 至高無上的 最高的 終極的目標 其實是把你自己 變成一台 自動學習機器 那自動學習機器 就有很多的工具跟方法 譬如說這個字 好 我們就聽一下 SYMETRY SYMETRY 好 把滑鼠比上來 它是不是分三段 來聽一下 SYMETRY 那有一種方式叫 瞎聯想 這個叫均勻跟對稱 均勻跟對稱 好 請問 你騎摩托車的時候 通常左右有沒有對稱 沒有就完蛋了 好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台灣 SYM 我來試看看 Nee Try 果然是對稱 正義詞 想完了 SYMETRY 當然就是瞎聯想 而且你要剛好在台灣 而且你要聽過這個牌子 OK 對吧 所以它有些條件 背景條件 這裡是SYMETRY SYM 因為SYM 剛才同學說是三氧機車 AME不是密嗎 Y不是式嗎 所以SYM 我來試試看看 很平均很對稱 所以這個叫平均對稱 如果你要學自根 我們用比較正規的方式 好吧 剛才是旁門左刀 用正規的方式 正規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就是公式 哪一個字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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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學過的meter 不是長這樣 我學過的meter是怎樣 Meter 沒錯 那個是美式的拼音 如果是英式的拼音 是METRE 倒過來 meter 所以是英國人的meter 後來被美國人改成meter OK 所以你以為 你以前以為 美式的就是唯一這個拼音 是不對 因為美國人才200多年的歷史 英國人有千年的歷史 所以其實英國人的METRE 比美國人早 不曉得多少年 早非常多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是不是說一個 AEIOUY 我們應該換 所以把後面那個E換成Y 好有道理喔 那為什麼這個E要換Y 因為結尾嘛 結尾常當Y當形容詞跟名詞的用法 老師 你怎麼知道Y結尾常當形容詞的名詞 表若 你怎麼知道 經驗 對不對 你分析多了看多了Y形容詞的名詞 OK 那大家現在有工具啦 有機會這樣各位講 有一些APP或網站 有做這個分析的功能 現在是太多 各位實在是太幸福了 因為五年前我開始學 真的深入研究字根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工具的 現在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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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回來 我們剩第一堂課的最後幾分鐘 來吧 最後幾個念一下 E4一起念一下 UNITE UNI就是ONE 對照一下 U變成O I變成E 中間的N怎樣 沒有變 所以UNI就是ONE ONE就是UNI 好簡單喔 所以各位要打開看到子根的眼睛 在現在這個時代都不要太疑神疑鬼了 有一次 2009年對不對 我很晚採用智慧型手機 Smartphone 2009年我採用智慧型手機 其實算很晚了 算很晚了 我人生的第一支 第一支可以拍彩色照片的智慧型手機 2009 然後那一次跟我當時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 我們去買完手機之後 然後就開著車 忘記要回家要去哪裡 然後來再回家 然後就 欸 我們就開 因為半夜你知道嗎 9點10點 然後在福大那邊 福大的遠船 我們想要不要這樣 然後開在路上都沒什麼車 沒什麼人 然後突然就聽到一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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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這樣 然後你們就越開越毛 後車廂怎麼出現 然後就開越毛一段 不對啊 過了分鐘就忍不住了 就靠邊緣 然後我檢查太好了 車輪怎麼怎樣 沒事 後車廂怎麼沒事 後來發現是什麼呢 手機沒電 手機沒電 然後在這邊震動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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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就沒電 就這樣 That's it 不要想太多 它名字Unite 所以Uni代表1 所以昨天有人抗議成功了 叫Union U-N-I-O-N 叫公會 Union 就是聯合嘛 所以我們1700多位員工怎樣 聯合成一個公會 然後來跟這個老大談判 好 那之前老大不開心 所以這個他們就也不開心 所以老大就換人了 EU 一請一下 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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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都市 EU 叫VACUE 我們看一下假期這個字 一請一下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叫假期 因為有空才能度假 所以後來直缺啦 空位啊 是不是叫VACANCY 都跟這個有關啦 如果老大是我不知道它是空嗎 很簡單 找誰 海辭 然後答哪三個字 VAC 這麼好用 VAC打進去 一堆跟空有關的字出現 Vacancies Vacant Vacancy 那疫苗就無關了 Vacate Vacuum Vacuum Machine 像那個Dyson很好 犀利有不衰減 Vacuum Vacuum Vacation 這個字跟Vocation對照 Voc Voc不是假期 Voc是天職 天職 為什麼翻天職 因為Voc是聲音 所以老天爺對你的呼喚 Voice 當你這樣一聽需要背嗎? 不用 因為老天爺的呼喚 Voice Voc很重要 好 我曾經被人家算過生命靈動數 數字密碼 他就算出來了 這是三號人 然後三號人適合做什麼 他說三號人適合做 一 老師 有沒有中 中 二 作家 有沒有中 沒有中 三 業務 有沒有中 有中 三個都中 他也準不準我也不知道 剛好他講了三個都做過 超妙的 三號人 作為了同事幫忙算的 那就是天生我彩幣有有 找到那個適合的 好 1717年加Vade 所以入侵一幾年加Evade Evade Evade 然後會變化 再會講 18一幾年加Variable Variable 這個Variable 請你先學它的動詞變化 叫V-A-R-Y 那V-A-R-Y請你跟V-E-R-Y做比較 因為Vari是副詞 Vari是動詞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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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n 最後兩個 語詞的 一起名叫convention venvenven 法文 來 如果你學過法文 它的來的字跟單字叫venir 120 一起名叫convert vert的叫轉動 所以轉變轉化 你可以想一想廣告有一個字叫advertise advertise ad 拉丁文字首 去 vert 轉動 izeise 動詞結尾 所以動詞來聽一下它的發音 我們來休息了 advertise advertise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關鍵在哪裡 在vert 這個轉動的字跟 好 問題來了 有啦 廣告跟轉動有什麼關係啊 不停的輪播嘛 或者什麼 我們說什麼 轉動你的信念 好 轉動你的信念 這也是一個嘛 好 還有呢 催眠 好 你又餵食到逆流了嗎 叉叉叉叉 有看過這廣告嗎 熬夜 開車 飲食不定時 還點心吃太多 工作壓力大 又上火了 那很厲害 他就一直用不同的主題去催眠你 叉叉叉叉叉叉 別擔心 我幫你準備好了 如果你有看電視的話 好 再點字 advertise OK 10 minutes break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